好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首先感谢 恒威的胡总 跟那个有乐在线的陈总的邀请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叫 高ROI的运动乐远时操 ROI为什么我今天 放了个英文呢就是因为 特别想大家去提一下就提醒一下 这个点叫投资回报率 Return on investment 投资回报率刚刚那个美院长就说到 就是说营收 销售而不是我们的目标 利润可能也还不是 但是投资回报率才是 当你的投资是100万 你的利润100万的时候 你的投资回报率是这样 当你投资1000万 你的利润是100万的时候 你这个利润的指标根本不上 你的目标 但投资回报率才是你的终极目标 这个是我今天 不知道这个主题来去讲 然后 今天展会稍微转了一下 很多人说知道口袋屋 但是不知道我 我今天花一分钟时间简单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口袋屋品牌的创试人 高级玩具设计师 那个中国游写的这个体育 无动力专业委员会委员 网三会 领域会的创试会长 阿里巴许目击的讲师 然后那个大学的有个创业导师 然后我是跑了一些国际的马拉松 六星跑者 天然三星爱好者 基本上就是我的工作 学习成长跟生活的一些标签 那可能会问说 你这个你去分享 怎么会有成长 但我们说越分享越成长 对吧 然后每分享一次 我们都会去总结一次 对吧 今天的分享也是一样 我昨天也是花了一天时间 去准备这个PPT 但我们说越总结 总结的次数 等于我们成长的高度 对吧 所以说 这就是我学习的一些标签 我今天的内容 大概是分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基于 业务生命周期的赛道选择 刚刚这个美颜长有讲到 等会我也讲讲我的一些想法 我的一些思考 然后第二个是 我认为当下运动乐园 是在快速成长期 快速成长期 然后呢 我们自己实操了 那么十几个店的这个 运动乐园 我们投资回报的 确实还是比较不错 那么我们到底有哪些心得 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然后最后我也介绍一下 我们自己口袋入的这个业务模式 第一个是基于 业务生命周期的赛道选择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所有的万事万物吧 哪怕国家 哪怕企业 哪怕产品 哪怕业务 哪怕动植物 对吧 它都是有生命周期的 它都是有 初创期 萌芽期 然后快速成长期 然后成熟期 跟衰退期 对吧 刚刚美颜长判断说 我们这个行业进入平台期 对吧 但是我说 今天的这个运动乐园 是进入快速成长期 那我们会知道 在快速成长期 你基本上 怎么做一下 基本上都会 有比较好的效果 叫四棒公辈 对吧 类似于有一种 在风口 租飞起来的那种感觉 如果说 你在这个成熟期 甚至衰退期 类似于就进入一个红海 那你的业务 相对来说 比较困难 对吧 那么在不同的 这个业务生命周期里面 包括我们自己公司 我们也会有这种 叫 不同的业务的 这个 类似的这种布局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 比较成熟的产品 比如说 我们卖蹦床 卖设备 卖一些东西 那现在是我们的成熟业务 快速成长的一块业务 当然我们也自己 给自己拨下来 种植业务 在未来 我相信 比如说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 跟法国在合作的 户外的一些 丛林穿越 双严过后 我就未来那一刻 在未来一年 应该会迎来大爆发 我们也会做下 种植业务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基于这个生命周期 的这个理解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 企业管理里面 包括我们对目标管理 对技巧考核 每个阶段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你在萌芽期的时候 我们会用最小单位 去试验这个方向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假设没有利润产生 没有销售产生 我们也要给 受到的激励 在成长期的时候 我们的考核 根本不是这个 利润跟销售 而是考 不是考核存量 一定是考核增量 一定考核增量 开箱拓图 对吧 跑马圈地的时间 我们一定是考核增量 然后在这个成熟期 我们一般在做 企业管理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都会去 减元增效 要的就是利润 对吧 然后摔退期的话 那么当然我们对用人的 管理也是一样 基于生命周期的思考 我们在快速成长期的时候 我们用的人 一定是他能力很强 态度稍微一般般 能接受也OK 当然在成熟期的时候 我们的价值观在考核 就会更高一点 对吧 所以说我们去学习也好 学了很多这种管理方法 当然一定要知道 这个管理方法 是不是适合你这个公司 当下这个业务的成长期 这个是简单的一个思考 那么基于这个的思考 我们认为运动乐园 现在是进入了一个 快速成长期 我们说运动乐园春天来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跟大家想分享一下 就是什么是运动乐园 那它是几多种运动竞技项目 比如说有物理的 蹦床 攀岩 人者空间 城市篮球 城市足球 模拟设计 模拟高二夫半球 保龄球 以及探险的一些体验 高空拓展 跳塔 迷你蹦击 飞跃滑踢 构成一个运动 娱乐社交的这个集合地 那在我们国外的话 我们做了一些研究 前几年我们走了很多 国外的一些地方 那国外的这个运动乐园的一个 我们讲比较 比较做的比较优秀的 像欧洲的这个 Sip Park 对吧 日本的VS Park 它也进入 今天也进入这个 上海 然后那个 Rounder One 这个在国内 现在也开了很多 然后这个 Hail Sports Hail Sports是韩国的 Sip Park 我们在中国 也录了好几个项目 对吧 那在我们自己 中国国内的话 其实我们有一些 老大姐做了一些项目 比如说像在运动娃乐园 我们夜中的做的 我们的好朋友 然后包括这个 我们的行业大姐 在这个韩州做的 这个练子空间 对 包括我们海马乐洞 包括典型的 做的比较非常不错的 比较非常不错 我们的老前方 第一个是 全民健身跟双减政策 更加愿意在健康上面去消费 第三个呢 是我觉得运动 一般都是偏小童 那么运动乐园 它针对全年龄段 然后呢 全客群 全客群 几乎我们所有的学校 三五朋友的聚会 对吧 派对包括这个亲子 等等 都是全客群覆盖 然后呢 消费年度比较高 消费年度比较高 因为它是运动 它要涉及到成长 跟这个训练 所以消费年度会比较高 简单的 我大概拉了几个 国家的政策 在19年 我们这个体育全国 然后是促进全民健身 体育产业消费 再一个是最近 2020年初的这个 全民健身产地建设 我们大概 拦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 十四五期间 到2025年 我们要做1000个运动体育公园 第二个是 我们国家 提倡说 至少每名学生 要首量掌握一线运动 终身受益的运动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体育全国干药里面 提到的 到2025年 2035年 全中国 人均体育面积 要达到2.6平方 这个不是2.5 还是2.6平方 现在大概是在2 可能还有点水分 还不到一点点 0.6乘以十几个亿 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大 然后再一个是酸减 我们以前做运动乐园的时候 一个最最关键的一个核心课群 就是小学生 但我们在2017年 我自己开出第一家运动乐园的时候 当时我就担心 小学生没有时间 因为我自己也是孩子爸爸 但幼儿园的时候 我们会放他往 但到小学的时候 老师也好 自己家长被迫也好 很多作业 好多课外培训 但现在呢 酸减来了 减作业 减培训 对吧 时间有了 对我们非常的利好 然后呢 我们在去年疫情 10月份 我们在温州 我们找了一个5月广场 然后我们开了一个店 在这个盛当的24号开业 然后刚好过了盛当以后呢 我们进入了过年 我们几乎两个月回本 两个月回本 完了以后呢 在那时候陆陆续续 我们参与建造了 大概十多个运动乐园 我告诉大家一个 非常可喜的数据 是每个月的营收利润里面 都是有比较好的利润 都是有非常丰厚的利润 那么我们是大概 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叫高投资回报率的 运动乐园的一些 实操的一些心得吧 也是分这个三个维度 这个场馆建造 市场营销 跟团队打造 跟美业长的思路是一样的 你今天做任何生意 你都是从这个市场 产品跟团队 这三个维度去经营 去管理嘛 对吧 但顺序肯定也是 市场先开始 我们先看市场 再去做复合市场的产品 然后再来用这个团队 去实现 对吧 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 就是先是 我会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们去建造 运动场馆 我们的一些 市场的一些心得 分为从选址 从商业计划 从定位 从规划 空间设计 设计想行 这几个维度去分享 再一个是市场营销 我们关于定价的思考 关于这个 货客渠道 赛事活动 培训课程 生日派的企业团建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对团队打造的 最核心的 这个几个理解 然后先讲一讲 这个场馆的建造 建造 第一个肯定要面对 就选址 我们厂试了 过去 在奔船公园 那个时代 我们就厂试了 很多这种车 就是工厂店 厂房店 今天我们做运动乐园 我们走过来以后 到今天 我们说 城市商业综合体 或者购物中心 是唯一选择 今天这个 我可能说的会有点绝 但是 但是这里面 我感觉是有几个点 第一个 今天你去做一个工厂店 它没有基础 小房要重新做 可能体验厂配套也没有 你要可能重新要去整理 其实 当价租金可能还比较低 不还不错 所以很低 这种整个配套 停车场 对吧 餐饮 购物休闲 对吧 这个所以说就是 它这个一张式的消费 吸引 就特别的 会更加的强大一点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今天 要去做这个运动乐园 商业综合体 是不二选择 是不二选择 然后再次一个商业计划 我们给每一个店 去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还原度 我们经常会追求 两个还原度 第一个还原度是 我们该做了 环境设计好了以后 最终呈出来 实际这个还原度 第二个还原度是 你这个店交给我 我给你做商业计划 这个商业计划 做好了以后 你开业了以后 运营一年以来 你在运营的一年里面 你站在我的这个 运营事务去做 你的营收还原度 基本上做的还比较好 所以说我们相信 结果是设计出来的 你去开一个店 我们前期会做 这个城市 区位 人口 平均消费 住宅 小学校 对吧 包括写字楼 甚至是你的这个 同行的这个进队 包括我们的一业 可以合作的友商 等等 我们会做非常充分的分析 往来以后 我们再去做这个规划 然后再来去 基于这个数据 基于这个规划 我们来去提供 这个运营的策略 一套东西 所以说我认为 每一个店 成还是败 在前期就已经知道的 结果是设计出来的 那我们的设计 也会在这个策划 商业计划书里面 我们会有 这个投资的预算 包括营收的预算 以及利润的预算 这个还原度 目前来说 还是相当不错 还是都比较高 然后再来就是定位 今天我们讲 运动乐阳是个专业术语 但是我们一般 你去开一个门店 放一个门头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 叫家庭运动中心 我前几年非常受美国的 这个叫FEC 家庭娱乐中心这个影响 实际上今天在中国 家庭运动中心 是今天非常好的一个 成长跟春天的一个业务 那为什么是家庭呢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的运动乐园里面 虽然说它的课取是全覆盖 但是百分之七八十 你看都是压压一片的小学生 以及然后呢 规划 我们做规划的话 有两个我们自己给 我们设计团队 经常会去讲的 这个两句话 我们经常讲 第一个是 无运营不规划 当你去做这个 规划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这个运营 有没有考虑 是做的会比较多一些 就我们的运营 我们的规划 我们说无运营不规划 主要是我们在考虑资方 考虑投资人 对吧 他一定是有 比较好的投资回报的基础上 我们在来做规划 我到目前为止 建的每一个店 我自己都是首席体验官 我每个项目都要自己亲自去玩过 不好玩不规划 那么规划两个核心 就是动线跟这个分区 这个大概就过去 我觉得今天所有东西 没 就是吸引人 没 它就是对的 所以说没 但是呢 并不贵 不一定贵 预算60万 很美 但是不贵 很美 但是不贵 这是我们自己开的店 再一个就吸引人 一个武动力设备 200平方里面 它可能进去200人 但是如果说数字运动 200平方 可能就10个设备 对吧 那10个设备 这个大家都在排队 大家都在排队 所以说这个 我们运动竞技 50%的配比里面 至少要一半以上的 武动力设备的 这个配置 大概我罗列了一些 这个运动竞技的一些项目 运动竞技有一些 比如说 闯关啊 攀岩啊 蹦闯啊 这些 鼓动力类的运动 再配一些数字运动 模拟运动 然后 有乐有益呢 基本上就是 有乐的代表 就是滑梯加年华 是有乐里面的典型 代表性设备 包括海洋球 对吧 那么有益的话 有益的话 是声光店 结合了这些 有益有乐设备 比如说娃娃机VR 对吧 包括 这个 机械类的 旋转木马啊 等等啊 这些我们叫 包括电网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些 旗程类的电网等等 叫 有乐有益设备 我们建议配到30% 足够 然后呢 20%的 我们把空间 给利用起来 因为一般做的 运动力 空间还比较不错 然后把高空的一些设备 包括迷你蹦极 我刚才说的 就是每个项目 我都是自己去亲自体验 这就是一个迷你蹦极 我自己去体验的 然后包括一些高空拓展 包括这个跳塔 包括高空鞦韆 飞跃滑滴等等 基本上 这样子设备配置 你的运动力量 基本上就比较不错 然后呢 就关于这个 加了就关于这个 市场这一块 那么 建造这一块 我刚才说了 在这个风口 真的是 你就要按照这样子的 选商场 找我们给你配置 找我们给你规划 找我们给你做商业计划 找我们给你 给你整个配套 给你落地 基本上 取到简单以上 都赚钱 线机面都赚钱 然后呢 当然 就市场营销 如果说加莱 我分享这些东西 市场营销 再做一做的话 我觉得 这个 绝对是高ROI 绝对是高ROI 那么先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定价 先关于定价的思考 我过去 有几个店长 跟我反馈的时候 他说 太感谢王总 你当时 给我这个店的定价 他说 你当时定这么高 我都不敢定 他说为什么 他当时今天 他说 就多亏 你当时这个定价 我们现在非常好的 这个利润 那么 到今天 我们有几个观点 给大家同步一下 首先第一个 销链 是跟今天 你这个市场有关的 你市场有多大 人口有多少 对吧 小区有多少 跟市场的需求有关的 它是影响 你的整个 这个会员的数量 比如说 这个客流量 但是 价格 价格是 跟你的场馆 你的服务 给客户的 这个心智的感觉 就是客户对你的估值有关的 客户认为 你这个值多少钱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上面 就是说 去做文章 让客户给我们 做这种高估值 这个销量是决定规模 那价格是决定这个 价格是决定这个 影响利润的 影响利润 还有一个观点 非常重要 就是 不同的客户 不同的客群 对统一产品的 它的估值是不一样的 估值是不一样 所以说 我们 我们说 营销的偷浪行为 就是定一个价格 面前去所有的客户 这是营销的偷浪行为 我们一定是有 差异化定价 不同 不同时段的定价 不同科学的定价 当然 他们来的时候 他只会看到 这个时间他来 他只会看到他 面对他的这个价格 看不到更多的 我们可能背后 有20个价格 当他来的时候 只会看到他 他要的那个价格 所以说 我们会定很多 差异化定价 去面对不同的客户 这个是我们关于定价的一些思考 然后呢 关于渠道 渠道有很多 我想那也列了一些 但是呢 在渠道落地的时候 包括美团今天 也不是 每一个城市 它的这个成效 都是有 都有一样的好 一定是考虑你的本地化 你的本地化的渠道 就是今天你去看 比如说 另外一个店 在广州做的 它是用什么营销的渠道 你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不能照搬 你一定是回到你这个城市 大家 人们 亲子 家庭 你的潜在客群 他们去 吃喝 晚乐 通常会通过哪个渠道 这最重要的 然后呢 选好优先序 资源 时间 团队 能力 都是有限的 先做好集中 一个个往下做 这个是我们的观点 然后再来呢 就是市场营销 里面的一个赛事活动 因为我们是运动乐园嘛 我们可以不断地组赛事活动 刚刚那个刘总讲的 这个道理 对吧 就可以 就可以激发顾客不断地去进阶 不断地去成长这样子的一个动力 对吧 然后呢 增加消费年度 这个活动是一定要做的 一定是一定要做的 这些是我们自己口袋 我们做的一些 奔船的一些赛事 包括我们会有提供 全年的活动计划 全年的活动计划 然后就是课程 我今天放了这么一句话 我说国家有政策 市场有需求 只是很多时候 连顾客都不知道 我今天许个例子 关于蹦闯 蹦闯国家体种局 蹦闯部已经推出来 就是业余 业余的蹦闯爱好者 也可以考等级 四到九级 大家知道 专业的运动员 他有二级运动员 一级运动员 国家级建建 跟国际级建建 对吧 我们以前说这个运动呢 只有专业运动员 才有等级 今天 未来我相信 关于攀岩 攀岩也是奥运会的项目 对吧 关于攀岩 关于蹦闯 都会非常网上的 这个叫业余等级考级 那这个考级 未来在折校 在学校定向的 这个特长生的招生 都会有很强大的帮助 大家知道 奶茶妹妹是怎么进 清华大学的 对吧 这个大家去 百度一下 我也不常敢讲 就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类似于健美体操 类的一个特长 这个特长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也会去开 这种体势能 包括奔船 包括庞岩 这种培训课程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一个营收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营收 然后再来是 关于这个派对团建 我举一个例子 是我们在北京做的 一个项目 那个店长 在201918年 就两年 一年做一千场派对加团建 大家觉得恐怖吗 但是很多人就把这个都忽视掉 市场很大 但是没有去做 我说一个两千方的场馆 至少一年可以接 五百场派对跟团建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当作这个指标 去做 派对跟团建 它不仅是一个客群的一个营收 还重要的是 它的这种略变式的这种营销的这种概念 价值都非常非常值大 非常值大 今天我们去做的这个派对的时候 我们都自己都做的 开心的笑起来 一个班级 几乎派对坐进去了 有一个班级 一年下来 十几场 四十个学生 某一个同学来了以后 其他同学他说 我也要来 也要来 也要来这里 也要这个套餐 一个班级四十多个人 至少十几场 你说你们的店周围有多少个班级 对不对 包括团建也是一样 所谓的团建 不以团队凝聚力 不发个朋友圈 我们目不得都刷流氓 对不对 那说做团建的那些人 过来做团建的那些公司 几乎每个员工也都会发朋友圈 对吧 所以说这个团建跟派对 不仅有营收价值 还有营销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价值 都非常大 这个是关于市场营销的 我们简单的体验了几个心得 再来就讲这个团队打造 团队打造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我今天讲几个重要点 一个是店长的标准 决定门店的成果 很多资方他自己都不参与运营 但是你找一个店长 相当重要 我们说都很重要 但是我今天举一个例子 大家去感受一下 就在应该是上一个月 上一个月 我去了我一个客户那里 一万多方的一个项目 当然他还有别的业态 然后他找了个店长 然后呢 他说让我跟店长聊一下 我说你过去 借的这个盘子 做过做了你的生意 或者你管理这个团队 或者管理的业务 最大的营业做了多少 他说五百万 我说后来我就跟资方说 不行 我说你这个店一年 至少是两千万以上的营业 一个只经历过 经营过五百万的盘子的人 做不了 因为他的标准不在那 他的标准不在那 所以说当然他说 你现在没有这么好的店长的时候 我们作为资方的话 我们最重要的 跟他做的事情就是 不断的去对焦这个标准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标准是这样子 不断去对焦这个标准 对焦这个标准 这个我觉得是想的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然后再来是 这个团队 我说团队成员的气质 可以占领顾客的心智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在所有的 我们的运动内容里面 我们提倡一个火力 人人都是具有火力的 包括我们的员工 都会跟我说 我去跑马拉松跑步 就是当时这个火力 包括经济身 非常好的这种气质 你不是来了以后 后期经过长期中 培训的继续开始到 他的这个后半身的 所有这种成长过程当中 每一个故事 每一个经历 都会跟他气质 会强到他气质有关 所以说 我觉得团队成员的气质 是你选过来的 是你招过来的 招是最重要的 培养也要做 培训也要做 时间有限 就快速过一下 再一个是 这个顾客需求洞察 我们会让我们的这个店员 每一天汇报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就是你今天聊了几个客户 聊天聊几个客户 我经常问他 你今天找顾客聊天了吗 今天我们做一个门店 我们店员每天聊 每天聊的时候 他自己都会有这种 管理的心得就会出来 因为你跟他 过来聊的时候 他有好的会防补给你 不好的他会提给你 那每个店员他聊的时候 他自己都会知道 该怎么干了 所以说 我们要让 我们要让我们的员工 找顾客聊天 去洞察这个需求 是相当相当重要 你今天找顾客聊天了吗 然后再一个就是 阿米巴的经营 我们可以让团队做 运动乐园 然后呢 大客流的销售的起浪机 就是团建营收 团建营收 然后呢 高消费用户的造梦机 就运动乐园派对营收 我们的派对 有些派对都能做2万3万 就一个派对下来 营收都是2万块钱 3万块钱一场 这个是高端消费客户 客户的这个 有时候他的估值 真的是 消费能力都很强 然后再一个是悠闲时刻 美食发动机 我们要苍蝇零售 然后再一个是 这个情感的这个燃炉机 我们的这个 包括我们的时光 这个借钱的时光机 就是我们要充会员 我们要向未来 向未来 这个先向未来借钱 再一个是数字教育的 这个引力起重机 运动类缘 课程营收 然后再一个是 前向的双发战斗机 运动类缘 一页 一页营收 一页合作 一页合作 我要去看他有流量 我们没有流量 或他没有流量 我们有流量 都是可以合作的 不是说他有流量 我们没有流量 我想要他要流量 才一页合作 我有流量 他没有流量 我们可以一页合作 我们可以总统他一页合作 也可以跟我们做很多创收 然后呢 再一个就是 我们的场馆 也是可以做广告营收的 我们的空地 贴广告 都有广告费 有营收 包括我们的公众号 都有广告营收 以及商业机发动机 我们给我们建造的 包括加盟的每个店 我说 我们的 我们的很多成交的客户 他的生意链路是这样子 他都是带着孩子 到了我们店里 完了以后 哇 这个孩子不愿意回家 然后生意这么好 然后他想做这个生意 我说这种人 找你的时候 说你这个店是水件的时候 你说口袋屋 然后成交了 我给你佣金 这叫加盟营收 也可以赚钱 所以说一个门店 赚钱套路很多 十个 然后呢 我们有合作几个店长呢 在今年会开 一个全年的一个营收课程 一个月 一堂课 我们有视频课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这个线下的课程 然后呢 一年 带大家去把这十个营收 做透 然后呢 后面会有个我的二维码 大家可以加入二维码 到时候我们拉个曲 我们去把这个十个营收 基于我们的经验 基于我们的这个运缘心得 我们全部 跟大家去做这个 也不算 你加上去是吧 敌论额是不会用的呀 敌论额才是正常说的 只是它会有一个收款名气是 这种方式是什么什么公司 对对对 嗯 嗯 嗯 我现在还把这个五级设计算法都 做简单 对 它欠款也说 哪个单位建的 上面选的那个 欠款单位呢 就是 欠款 包装的 下面选的单位 它会自动包装的这个单位 这个毫无保留的这个分享 毫无保留的分享 这个是我们自己 口袋屋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开的一个 运动乐园 营收的这个 大的一个课程 大的一个课程 接下来 我看到是有个袁桌会讲 营收更重 开源更重要 还是成本更重要 两个都重要 但是营收更重要 对吧 嗯 然后我们简单讲一下 我们口袋屋的这个业务模式 嗯 我在这个行业已经18年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做 就public的那种 公共的那种 小区的那种滑梯 后来我们也做了一些年 我们在出口做得非常酷 有这么一套合作方式 就是EPC加OM加F 就是首先第一个 你有资方 你自己觉得也有孕育能力 或者说你以前做儿童乐园出生的 或者说别的那种 你自己有基础的孕育能力 那你来可以 你自己孕育 我给你培训 资方你自己投 我给你做EPC 我给你做工程设计 设备供应 然后呢 建造跟施工 我全把你搞完 装修设计 设备的安装 设备的制造供应 以及其他的一些行业 相关的配套的 包括有乐有益的 配套东西 我都给你采购掉 叫EPC 然后呢 如果说 如果说你没有运营能力 你就做一个存资方 我们也可以给你做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就是运营跟维保 我们也可以做 完了以后呢 如果说你的项目非常好 我们愿意去做一些投资 大概这么一个模式 大概这么一个模式 这是我的二维码 大家可以加我二维码 然后 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下 这个运动乐园的 这个发展 然后呢 共同去研究一下 这个营收的十大发动机 我们到时候会拉个群 我们一起去研究 这个运动乐园的 这个十大营收 十大营收 好 我的内容比较多 语速比较快 然后就 大家可以看这个录播 对吧 到时候可以 然后加我微信也可以交流 好 谢谢大家